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 宜兰县南方澳内皮海滩今下午4点7分发生溺水意外 家住宜兰的8岁红姓女童在海滩游玩时不愿被大浪捐走 一旁的吴姓男子,32岁,健壮,赶紧冲下去救援 事后女童自行上岸,但吴兰被救起时已无呼吸心跳 宋台北荣总苏奥分院急救后宣告不治 今下午4时许,与家人到那皮海滩游玩的红姓女童不慎被海浪捐走 家人在岸边住即哭救,正小一旁的吴姓男子健壮 二话不说立即下海救人,事后女童被海浪打上岸,无生命危险 但救人的吴男却在海上载浮载沉 约近半小时才被搜救人员救起 吴男上岸后,搜救人员在岸边CPR急救 随后由救护车后送至台北荣总苏奥分院急救 但急救三时钟仍无效,宣告不治 正由院方通知家属到场 宜兰县苏奥及南奥海滨 今天下午接连发生三起落海意外 宜兰县消防局3.6分接回南奥海滩三落海 一名沙滩车业者与一对夫妻共乘沙滩车连人带车被卷入海 四十许,南方奥内皮海滩传出这其两人落海意外后 五十许,南奥神秘海滩又传出疑似母子落海失踪